我们常常在新闻当中会看到 比如说有人在骂人啊 有的人带张字 有的人不带张字 到底怎么样才确定是张字 尤其是国情不同 文化不同 语言也不同的时候呢 这个如果说不是很熟悉的话 可能真的会误解 搞到后来的问题就大了 比如说我们画面上 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外国人 在冲浪的时候骂一个国人 结果呢 这个F开头 通常我们一看到这个字 就会觉得说 哦 是这个英文的国骂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你后面他这个人 他后来解释说 加了一个ing啊 然后呢 其实重点是在后面 他指人家是种族歧视 而不是在前面这个字 搞了半天一个误解呢 让这个外国人啊 出口骂这两个英文字的外国人 被这个国人给打破头了 肯定海滨几满冲浪好手 其中我国一名冲浪名将郭恒良 却在依约到肯定冲浪时 跟一名法国男子发声口角 他甚至听到对方 骂出F开头的国骂字眼 这篇中就是郭恒良 他当时似乎没听清楚 只听到F开头的字眼 就气得以为被辱骂 拿铁条上前痛打对方 没想到这位外国人事后解释 他说的字眼加上ing 根本不是骂人的意思 而是不满被种族歧视 这样子 就非常的 他用这个字来特别强调 他就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一个副词 他就是等于very的意思 原本F开头的单字的确是不雅的国骂 但加了ing就完全不同 意思是非常 该死的是形容词 没有恶意 加上resist就是该死的种族歧视 也不是骂人 相同单字常常被误会是骂人 事后被打到重伤的外国男子 决定提告 郭恒良也愿意认错 接受惩罚 真是由陈胜一高梦柔 各种报道